我们来看啊 接下来讲到一个well循环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dwell 还有就是我们的well循环 以及我们说三种循环语的一个比较 包括我们说辅助 控制语句breakercontinue和return 包括我们说在使用循环语句 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应该注意问题 在讲well循环之前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个 看一个我们的观念的一个标识符 go to 熟悉不熟悉 我们说go to语句的一个字是什么 是不是跳转到指定开始 对 跳转指定标识符开始的地方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这个要求 就是说求我们一到一百 干什么呀 是不是所有的整数和 对吧 所有的整数和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来看 这个就咱直接来看了 先帮大家去取笑 因为我们说你再去学完well循环的话 发现well循环比这个更好写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话 首先你既然求和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你再 首先我们说至少再定义两个变量 对吧 第一个我们说是不是定义 我们说是不是变量的一个 自增自减的一个过程 对吧 第二个变量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又来存放我们的 和的 对吧 我们说先去定义我们两个 变量啊 一个是i 一个是我们的sum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一到一百 原来之一的话 我们说变量是从几开始的啊 是不是从一开始的 对吧 我们说给他付一个 这我们说i等于我们的一啊 i等一之后的 大家来看啊 这个时候你看啊 我们先不要看前面的一个关键词啊 我们说这个loop 然后的话 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做了一个判断啊 对吧 这个判断 原来之一的话 是不是就是我只要传递过来的数据 是不是小于一百 我是不是一直让他去做加法运算啊 对吧 因为人家要求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一到一百的所有整数盒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说 if我们说如果i小于等于一百 i小于等于一百干什么呀 第一步是不是要去做一个加和的运算啊 对吧 第二个要求是不是还得把我们的变量 是不是一次去进行加一或者加加呀 对吧 所以说我们说 if块里边啊 写上我们的啊 语句块 第一个语句块的话 你只要小一百我是不是每一次传递过来个值我都让他去做一个加法运算啊 对吧 这个sum加等i相当于什么呀 sum什么呀 sum等于我们的sum加上我们的i啊 这块可不要忘了啊 这个也是一个基础啊 不止有计算是不是 还有一个复制的一个操作啊 对吧 这要去注意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完成之后的话我们来看看下一步我们说是不是有一个i++ 也就是说求和完成之后的话 只要小一百我是不是要继续往下去求啊 对吧 我们说编量i++进行啊 加一算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来看啊 开始写上我们的go2语句了 对吧 go2的话你看后边是不是有一个标识符啊 对吧 这个标识符的话大家注意我们说标识符是自己去 如果提上没要求的话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我们自己去起的一个名字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给他起一个loop 这个loop的话大家来看啊 这时候我们来看它是这个标识符是停放在哪个位置啊 是不是我们的衣服前面的 也就言外之意的话我求和完成之后 然后我变量进行了一个加加运算 然后go2我要跳转到哪啊 是不是跳转到我这个衣服判断开始的地方 也言外之意的话是不是告诉我说 我i进行加加之后 我是不是这个时候要去判一下这个i 是否还小于等于100啊 对吧 这个啊可别再来捋一下啊 也就是说我i加加进行加一运算之后 我跳转到go2 loop 也就是跳转我这个衣服判断条件语句块这一点啊 也就是说我去判断加加之后的i是否还小于等于100 如果小一等100我是不是继续走我这一点代码块啊 对吧 如果不小一等于100的话 我是不是直接最后去输出我们的sum呀 对吧 直接去输出我们的sum啊 也就是说在这要去注意了啊 go2 loop 也就是说一旦执行完这个语句 它立马就会跳转到我们这个啊 衣服判断这一块啊 衣服判断这一块 我们来写一下啊 来写下这个例子啊 啊 我们说用go2语句啊 我再去新建一个啊 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说是new 然后的话是project的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给它起一个 我们说是这个sum呀 然后的话这个是test的 然后well吧 对吧 test的well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01啊 test的well01 然后下一步 你看这时候 我教大家去说一下啊 如果你当前 你看当前有两个 是不是两个项目工程啊 对吧 你关掉一个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有时候执行的话 它是不是还执行的是test05 对吧 怎么跳转呢 你当前这个执行语句啊 大家看右键 右键这是不是有个build啊 对吧 让它去建立一下就可以了啊 建立完成之后的话 原来之意的话 当前你如果再去运行的话 它默认情况下运行是你新建这个项目的主函数啊 这个主函数需要大家去注意啊 右键然后有一个build啊 右键有个build啊 然后我们来写一下啊 我们说是用我们的衣服和go2来结合啊 我先生命两个边量对吧 一个interni我直接给它复值了行吗 不是1是2不是那个 从1开始 然后的话我们说再给它一个intern 我们说是不是 sum是不是让它去 去对 给它初始化一下啊 给它一个零 这时候的话我们来做判断啊 如果对吧 如果的话我这个i小于等于我们的100 对吧 只要小一等于100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要做两件事啊 对吧 第一件事我们说是不是要进行一个求和的运算 是不是sum 然后加等于我们的i 对吧 第二的话 我是不是要对我的i进行加加运算了 对吧 加加运算完成之后的话 我这个时候我求和之后 我是不是还要继续去判断 我这个i是否满足条件啊 是否满足条件好 我是不是要去跳转到我这个go2 是不是跳转到我这个if判断开始的地方 对吧 这时候的话我们说给它指定一个 对标识符啊 LOP啊 你说你给指定一个其他的也可以啊 但是有点需要去注意 一定要去加上一个冒号啊 冒号 然后go2后边我们说 是不是直接写上我们的标识符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说 是不是一直只要满足条件 我就一直走这个循环体 最后我们说是 也就是不满足条件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再去输出我们的sum 对吧 sum加等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等于我们的sum变量啊 然后走 你看 是不是一加到100是不是5050啊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在讲well之前的话 我们说给大家去说一下go2这个语句啊 go2这个语句 这是啊 它的一个写法啊 它的一个写法 等会咱一起来练吧啊 我们来看啊 你看在这的话 给大家也去去pt上面剖析了 你看这个i的话 是不是循环的一个初始值啊 对吧 我们说是从1开始的一直到100 然后的话你看这整个啊 你看if后边的话 我们说是这块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循环条件啊 对吧 其实也可以说是循环的一个中止 也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这个程序不执行 是不是还是看我们这块的条件啊 对吧 只要它小 只要它超过100的话 哎 我立马就停止我这个程序的运行啊 然后的话 我们说啊 整个这一部分 你看整个我们的长方体 这些包团体 我们说是不是叫做循环体啊 对吧啊 循环体 然后的话 你看这个i加加的话 是不是就是我们循环变量的一个增值 言外这些的话 只要小100 我一直让它去 往它去加 对吧 往它去加啊 这是我们所说 衣服和沟兔两个的去结合啊 两个去结合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well当中啊 well的话 我们说其实就是啊 它的一个格式 是不是well后边写上表达式啊 对吧 写上表达式之后的话 我们说啊 再写上我们的语句块啊 其中表达式的话 大家去注意啊 这表达式的话 它是为我们的循环条件的啊 循环条件 也就是说 我什么时候去执行我这个语句呢 是不是完全看我后边这个表达式的循环条件 一旦满足的话 我就走我的这个语句 不满足的话啊 我就跳转出这个语句啊 不执行 然后语句的话 就是咱的循环体啊 循环体 大家一定要去把这个说法给改过来啊 循环条件 然后的话我们之前是不是叫语句块啊 对吧 在这的话人家叫做循环体了啊 也就是说 其实你看记完的话 下面这个图也给大家去说 你看 是不是首先第一步进来 是不是先走我们的表达式啊 对吧 表达式满足的话 这个一是不是代表是成立啊 对吧 为真 为真的话 是不是走我们的语句 然后的话 我们说零的话 是不是不为真啊 不为真的话 你看是不是最后直接去干什么呀 是不是输出了啊 对吧 所以说在这儿啊 这是我们所说 WOW循环的啊 WOW循环的一个基本的格式啊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啊 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去写一下 我们说是一到一百的所有的整数盒 咱不看圆满啊 咱直接来写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我们来看啊 我把这个给注释掉啊 给注释掉 这时候啊 我们来看啊 来写一下 我们说一到一百 用我们WOW循环 对吧 先把我们的框架给写出来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大框给扣起来啊 这时候大家来看啊 我WOW循环 我这个时候我们说 WOW这个框里边写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循环条件啊 对吧 我这个循环条件是什么呀 呃 求我们说是求 然后哎 我把T给写出来啊 求我们说一到一百的整数盒啊 整数盒 原来这的话 我们说这个条件是什么呀 I是干什么呀 小于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一百啊 对吧 I小于等于我们的一百 然后的话我们在这儿来看啊 我们说第一步 我们说只要小于等一百的话 我要做哪哪几件事啊 第一件事是不是求和呀 对吧 第二件事呢 自增 是不是自增啊 是不是变 循环变量的一个自增啊 对吧 所以说啊 在这儿我要循环 我们说第一步 我们说是不是萨姆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加等于我们的 I 对吧 只要小于一百 我就让他去求和 一直加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要进行一个 I加加 我们说自增的一个运算 对吧 自增到这儿之后的话 我们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啊 没有 是不是没有了 对吧 但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啊 走 我这手牌还没关啊 对吧 那我们来看啊 走 你看 叔叔是谁啊 是不是还是我们的 5050啊 你会发现是不是用well的话 是不是很简单啊 也就是说先把我们的条件 我们说给找到 找到之后的话 我们说啊 要去分析一下我们循环体里面啊 要去做哪些事情 然后要把做的事情啊 放在我们循环体当中去进行啊 第一个是求和 哎 我只要小于一百 我就一直加 然后的话 我们说啊 你虽然一直加 但是我变量是不是要一次一次往上去递增啊 对吧 一直递增到我的一百 所以是要进行一个 I加加运算啊 I加加运算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这我们所说用一道 用well语句啊 来求我们一到一百所有的一个整数和啊 然后的话 你看在这的话 也和大家去说 其实你看和我们刚才是分析的思路是一样的 一个是循环的初始值 对吧 这个要去注意啊 叫做循环的初始值 然后的话 我们说这叫一个循环条件 也就是说整个程序一个开始 或者运行一个结束的一个啊 判断的位置都是在这一块的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循环体 循环体的话 我们说里边写的是我们的 要执行或者要做这个循环要做的一些事情啊 要做一些事情 这是我们所说啊 用well循环去求我们一到一百所有的整数和啊 所有的整数和 然后在这的话 我们说啊 把这个结完的话给大家去练一下啊 你看特点的话 我们说一定要记住 我要循环的话 我们说先执行的是谁啊 是不是咱的判断表达师啊 对吧 判断表达师之后的话 我们说成立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才执行我们的循环体语句啊 循环体语句 这个一定要记清楚了啊 然后的话 我们说啊 你看我们说再说明这块的话 你看循环体如果包含多条语句的话 大家看清楚还是用谁来包裹的啊 对 还是用我们的大括号给包裹起来啊 你看如果不加大括号 我们说则循环语句 你看只执行 你看是什么呀 是不是紧跟他后边的一条语句 是不是就是一个究竟原则啊 对吧 也就执行一条 即使我出现了四五条 但是哎 我就执行一条 离我最近的这条语句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 养成一个良好习惯 还是使用我们的大括号啊 然后的话啊 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 循环体重 我们说应该有时循环 我们说是去与结束的语句 否则会造成死循环 也就是说啊 我虽然去声明了一个well语句 对吧 但是well语句的话 我们说虽然是让它循环 但是你一定要去注意 我说循环的话啊 一定要结束 你别造成我们说 之前我们说在于写well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去 一直都是死循环 发现我们说程序 是不是一直在走啊 最后导致自己的电脑 直接卡死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问题啊 一定要去注意啊 避免造成一个死循环的一个结果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循环体我们说是有可能一次也不执行 这一次也不执行 言外之意告诉我们什么条件啊 是不是不符合我们的判断表达师啊 对吧 所以说在这的时候啊 well循环 这句话也要记上 因为我们说接下来 还有一个是do well啊 还有一个do well 这个well循环的话 我们说啊 循环体有可能一次也不执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呢啊 就是我什么时候情况下 我们说是退出我的well循环 第一个就不说 我们说是不是表达师不成立啊 对吧 也就其实就是我们说 他的一个判断结果是零 也就代表不成立 然后第二个的话 你看循环体内遇到了 哪三个关键词啊 break啊 return 还有一个谁啊 是不是go to啊 对吧啊 go to 大家把这几个特殊情况给记下来啊 连记完的话 大家看最后一点啊 还有一个是无限循环 无限循环 言外之意的话 我well后边这个判断表达师 结果永远为什么呀 是不是为真啊 对吧 也就永远为处的情况 永远成立的情况下啊 他一直会执行咱的循环体 语句啊 在这的话 你看他们一个 一来进行表示的啊 用一来表示的 感谢您的节目 感谢您的节目 感谢观看